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我是杨小黎 对于汗生病呢 相信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有一点磨懵懂懂的 对他有些疑问 但其实汗生病 它衍生出许多社会的问题 以及社会的影响 以及我们要去厘清的一些概念 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地聊一聊 欢迎何欣杰主编 欢迎邓沛文编剧 其实我知道1月29号 好像是一个防治汗生病的 一个测书的节日是不是 是 它是一个国际上 针对汗生病去特别做的一个纪念日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疾病 那当初其实是非常关怀这个病的病友的 一个法国的一个人权活动家 那他去印度的圣雄甘地 作为一个纪念 他挑了这一天 然后就是呼吁大家说 其实是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个病 以及它带来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 而且不是跨地狱的 然后跨了许多大洲的 然后对当地的社会 其实都是有非常深远影响的一个疾病 所以其实像在1月29号 在台湾来讲 它会有什么样一些特殊的一些活动 让大家唤起对于汗生病的一些重视吗 就我所知就是官方其实每一年 它都有在它的网站上去公布说 这一天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麻风日 这样子 那不过在乐生两院通常会比较大 被庆祝的或者是说被纪念的 其实是它的创院的这个纪念日 它其实是在12月 那所以其实这两个日子 它都会在年底 然后年初之间 然后就会有一系列的一个纪念的 或者是说研讨的活动 让更多人来认识它 创院是在12月 因为如果是乐庆的话 那其实他们就是 从日本时期到现在它都习惯了 其实就是一个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活动 那但是他们在平常日常的时候 其实已经发展出非常多的智慧 去应对过去这些比较伤痛的一个记忆 当然他们都还是会讲 那讲起来有时候也还是会掉眼泪 那难免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情绪 不过到今天我觉得很多事情 那包括今天社会的接纳 还有整个过去十几年来 其实社会花了非常多的力气 去了解跟认识乐生两院这个地方 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态跟状态 都变得很不一样 是 所以其实像虽然说在台湾 好像汉生病已经慢慢地被防治住了 那是不是在其他国家还是有这样子的病症 就我们所知 其实近年来在印度跟印尼 就是这两个跟我们互动比较密切的国家 其实它都还有新增的病例 所以如果现在那个移民署出入境 就是说这个外国人要出入境的这个表格上面 其实都还是会特别询问说 是不是有得过汉生病啊 或者说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 这其实都还是必定要查的一个项目 对 那其他地方譬如说日本啦 韩国 或者说在中国大陆 其实就跟台湾的状况比较像 其实比较是一些康复者居多 那新增的案例其实非常非常地少 那尤其是日本 它其实对已经康复的这个院民 这个患者病友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照顾 对 但是新增病例可以说是没有 其实对编剧来说 顶波脚上人家这部戏的创作过程 应该是蛮不容易的 但是因为在戏里面可能看到很多 是对于我们的病友本身 可能他们的这个病症被污名化 所以会比较受到委屈 但是他们的亲属您有就是接触过 或者是你有没有从他们的口中 听过他们谈自己原生家庭的家人吗 实际上接触比较少 因为那是比较早年 对 但是我们故事中的主角是有谈过他们的家人 然后家人 其实早年的时候甚至不太愿意他们回家 那那乐生的院友里头有一部分是从 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军人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的营养不良跟环境的关系 也有他们染了这个病 那他们来这边那更是离乡背景 在台湾是没有亲人的 所以到后来开放探亲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想回去 可是都有的人是采取隐瞒的 就是他不敢让中国大陆的亲人知道 他在台湾得了这个病 那或者是就因此不敢回去的 也有 所以像市里面的金阿伯 他以前是一个这么非常风光的一个男人 他的晚年的时候 他有回到他家吗 他有 但他一开始他也是不想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所以后来有经过通信 但是他鼓起勇气告诉了他的家人 可是他的家人接纳他 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看到你 希望你回来 所以后来是林业照顾长大的这个灰熊 去陪这个金阿伯回去大陆探亲 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比较感人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所以但他们愿意像家人一样的相处 其实顶波脚上的家 就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但是他们能够因为共同的一些 说苦难也好 说挑战也好 所以就凝聚成一个家人 但是对于污名化这件事情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后来有因缘际会的 接触到一位就是院民的第三代 对 然后他现在其实都跟我们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后他曾经讲过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其实是非常的动人 他说他妈妈小时候其实因为院内 他不能够在院内长大 他妈妈是那个 也就是说他的爷爷奶奶是患者 是病友 然后那院内就说 这个小朋友不能放在院里面养 所以他的妈妈其实是被送到孤儿院 对 然后他说他妈妈 从小就非常重视节日庆祝这件事情 然后小朋友都很不能接受 就说有时候忙啊 就圣诞节回不来 或者是过年回不来 那有什么办法 可是妈妈就会情绪很大 就会很希望全家人可以团聚 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妈妈 只要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 孤儿院就会把他们打扮得好好的 然后送他们回乐生去见 他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我这个朋友的阿公阿嬷 所以对于他的妈妈来说 那是可能一年里面少数几次 可以跟父母见面的一个机会 所以等他自己做了妈妈 他就会很希望 全家人在节日是可以团聚的 那他知道这个理由之后 他就觉得非常的心疼 然后就会觉得这个爸妈 其实是过了非常辛苦的日子 就是说在作为一个乐生院的第二代 然后他自己是乐生院的第三代 他去追索这个绅士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动人的故事 那到了今天 他当然也不断地去突破 这样子的一个污名 就是说希望社会可以正视 这样子的一个苦难 很多时候其实确实是如编剧说的 其实他们的家人是不希望别人知道 他们自己是乐生院的后代的 像我们有收过一笔捐款 当然我们就是 一个是说不能随便收受捐款 所以就要问清楚说 那这是什么单位来的 他就说我其实是乐生院的第二代 那我非常支持你们做的这个保留运动 但是我不能现身 因为我觉得这个污名太重了 我跟我的现在的家庭 跟现在的孩子 是不能现身的 可是我真的很支持你们 所以我希望可以用这个经费 来表达我的一个心意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就是非常的感动 但还是把这个经费退回去 可是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所有人印象 都非常深刻 就说其实即便到了05年06年这个时代 我们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没有其他的歧视的想法了 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 还是这么的刻骨铭心 他是不敢露脸的 对 这样的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状态 是没有办法快速地就被缓解掉的 所以其实在写顶波脚上的家这部戏的时候 编剧您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很避重就轻地在创作的呢 一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希望在悲情之外能够写出真情 而不要一味地用悲情去诉说 然后刚刚提到那个所谓标签化跟污名化的问题 其实当然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能都比较接受了 可是其实在当时进入乐生的古寒松神父 他们后来在台湾的医疗环境 工卫体系渐渐比较进步之后 其实他们转移到去中国大陆的四川跟云南 然后那边有成立协会去帮助那边的孩子 因为在麻丰村 他们那个还叫做麻丰村生下的孩子 是没有办法就学的 他们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姜阿伯在他临终之前也发了一个愿 虽然他知道他走了这样的一生 他终于看到患者被接纳了 他说只要这个世界上麻丰病还没有完全绝迹 如果有来生 他说我希望能够再成为患生病的患者 因为只有真正生过病的这个人 他才可以同理跟体会这样的痛苦 他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地藏菩萨的大愿 然后也因为 姜阿伯这样子说 让我们想到 即使今天我们对于这样的病症 大家已经比较能接受 可是讲到标签化 讲到甚至污名化 我们是不是还把它投射在其他的族群 或者其他的病患身上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省思的一个问题 虽然顶波脚上的家是在讲汗生病 但其实因为传染病这件事情 本来就会很容易会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变远 然后也会很容易就留下了各种的歧视跟排挤 所以其实在你真正接触勒生之前 你有没有去研究过汗生病这个名词 没有 就是从小说上或者说其他书上会看到 但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病 会跟自己产生任何的关联 而且当时候其实年纪还小 进去的时候其实大概19 20岁 其实高中生也没有什么机会去 接触到相关的故事 所以其实是蛮一无所知的进去的 可是其实有一个大致的公卫的尝试说 这个应该不会传染了 而且我们小时候有去注射过疫苗 其实对这些都是免疫的 所以进去的时候是非常放松的 安心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社会运动也好 或者是戏剧啊媒体传播这些力量真的都很大 可以让一些很年轻的人 他们开始为了某一些争取权益 为了一些社会上面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跟自己可能一开始觉得没有相关的一些病症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苦难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非常有教育意义 对然后每次看完的时候也都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院内大家都是一群人一起成就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一些正面力量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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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你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